救我 这个用出金刚狼找的高手 正是南天神找吴钩 吴钩神志不清发狂杀人 竟将整座客栈涂露一空 七星楼少主秦密兴刀气傲 找到吴钩欲要将其生情 可惜从今天开始 不能再杀人了 世上没人我杀不了 秦密和吴钩可谓是针尖队卖忙 一人江湖人称南天神找 在武林中站立可以排进前五 一人是七星楼的少主 深得秦柏川的真传 武功丝毫不弱于吴钩 两人大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负 纷纷落到了悬崖边上 画面一转 秦密在水边处理身上的伤口 却察觉身后有人靠近 来人正是秦密的父亲秦柏川 秦柏川以父亲的身份 严厉训斥了不听劝告的秦密 并表示接下来由他对付吴钩 他会搞清楚吴钩为什么发狂 不久之后 吴钩发狂来到附近的村落 却发现村落之中寂静的可怕 根本找不出一个活人 而这正是秦柏川的手笔 他利用七星楼的影响力 清空了方圆五十里的村民 让吴钩即便发狂也无人可杀 秦柏川在不远处观察吴钩 发现吴钩一直重复着一句话 就是有一个人他杀不了 秦柏川的话音刚落 吴钩又念叨起了他的妻子惠妮 显然他之所以发狂 是有八九与他的妻子离世有关 划分两头 楚江南在秦柏川的事宜下 找到了吴钩妻子惠妮的坟墓 为了弄清楚惠妮的死因 楚江南挖开了惠妮的坟墓 发现他并非是暴病而亡 深夜时分 跳级将军吴钩从梦中惊醒 猛的发现有黑衣人潜入房间 吴钩一掌打退黑衣人 紧随其后追出了房间 奈何吴钩手空拳没带兵器 被黑衣人抓准时机 连续数剑刺在吴钩的身上 危急关头吴钩不敢藏桌 用出了他的真本事 原来这都是秦柏川的计谋 他故意要楚江南刺杀吴钩 就是为了逼出吴钩的龙找手 吴钩知道自己骗不了秦柏川 索性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吴钩竟然暗恋惠妮 趁着醉酒欲行不轨之事 惠妮激烈反抗迫使吴钩酒醒 为了避免事情败露 吴钩只好出手杀死了惠妮 秦柏川得知真相心中五味杂陈 经过两天的慎重考虑 派遣楚江南去往将军府 通知吴钩他的最终决定 楼主要我来告诉你 三天后他会取你幸 他真的要杀我吗 楼主向来言出必行 我希望大将军你准备身后事 时间来到三天后 秦柏川见到了身着战袍的吴钩 看出吴钩似乎并不愿意赴死 吴钩认为他是票计大将军 战死沙场才是他的归宿 他镇守边关抵御突厥 为国家立下汉马功劳 难道不能以功抵过饶他一命 秦柏川说出他杀死的不仅是惠妮 还有吴钩发狂屠杀的无辜冤魂 都要算在吴钩的身上 吴钩知道秦柏川说的是对的 却依旧不肯乖乖就范 猛地出手攻向了秦柏川 而秦柏川紧紧不出三招 便将吴钩打成了重伤 危急时刻 吴钩飞身赶到救下了吴钩 吴钩不愿见到吴钩死去 毅然决然地攻向了秦柏川 可惜吴钩虽然武功高强 甚至在天下能排进前五 却也顶多与秦密媲美 秦密远不是秦柏川的对手 吴钩自然也与其差距颇大 仅仅交手不过十几招 便败在了秦柏川的太极拳下 吴钩见吴钩如此维护自己 幻然醒误悔不当初 只求秦柏川能够放过吴钩 随后一掌挥出自我了断 在弥留之际鼓励吴钩要好好活下去 就这样 吴钩彻底解开了心结 加入七星楼成为了秦柏川的一大杀气